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能吃在当地、吃在当季 就能吃出所有的健康与美味 我一直很喜欢吃玉米 不管是玉米浓汤 或是整株切块消去熬汤 我都可以吃出它的清甜 尤其是烤玉米 更让爱不释手 那什么样才真正的好玉米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有机玉米的故事 李齐县正在采收着玉米 他说判断玉米成熟没 看头就知道 像这一样有 检查茶 有rut的方式要留意 有时候看其中有竹肋 被人大参说一点 是第一竹肋了 就会10月之后 你看树功是一定会判斥的 有夠成熟的時候 他頂端加他主人 並且有頂端的時候 有軟軟的感覺 還要那麼保險 你就是可以牽著看 並且你會牽著看 到底有夠成熟嗎 並且尾端的地方 你牽著開來看就行 今年48歲的李奇縣 從事有機農業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求學時念藥磚的他 會進入有機的領域 跟一個愛的故事有關 一開始就是 我們的小兒子白血病 所以他開始 開始踏入有機界 就是白血病 那時候的認知 希望是至少比較健康 無毒的東西 那時候自己家裡又有農地 在外面買又 那時候還很少 又不放心 所以就自己做 在李奇縣的呵護下 當年五歲的兒子 現在已經是一位大學生了 而他對有機根座的意義 也有了自己的感受 最主要是 應該都是尊重生命 希望這個土地 還有我們 我們個人 我們人去食用的時候 能夠更安全 跟著李奇縣的腳步 我們來到玉米田間 他告訴我們玉米 對土壤的耐壽程度高 影響不大 但是不同成長期 對水分的控管方式 對玉米的品質來說 就顯得很重要了 它的耐酸都很好 對,因為任何土壤 因為它不怕就對了 水分就要看品種 當時夏季多餘的時候 只會為一些品種,不容易 所以我們要注重排水 如果排水好,其實它都可以 也是要排水 如果有些皮土 其實有些皮土 就要排水 然後就要排水 至於病蟲害的防治 也是玉米培育時的重要課題 它主要的蟲害 也小棟是 變成一般的草 變成吃魚和魚而已 這麼大棟就是一年 比這種熨да 平時長頂 很多年 遭到咪頭架 或比較庇 Peters 對玉米撥 不然一直飛的時候 才 dü充滿 distantgr 要來拔的時候 當它們買到的兒 observ 它會變成吃 雖然還有肺多 weight 同時只要會有肺 ít 雖然有機耕作的方式 總是有許多的面向需要克服 但是李奇憲說 多用心就對了 做有機這一塊 你只要用心去做 應該是上天不會給你餓死的 不會把你餓死 因為其實就是你等到 你的生態平衡之後 其實是就會有收成 就像說也是有希望 這一季如果收成不好 還有下一次 就期望下一次 因為親情 李奇憲披荐了有機的天地 如今的他 將這份愛擴散到土地與環保之間 做對的事情是智慧 祝福李奇憲 福慧雙修 何家喜樂 芋米原產的中美洲 是印第安人最主要栽培的糧食作物 除了美洲以外 中國是種植芋米最普及的地區 您知道嗎 它也是目前全世界總產量 最高的糧食作物 像這樣的食材 我們老祖先怎麼用它的 我們來看看 古籍記載一定會講 中醫一定會講它的性味 性瓶胃肝 補中健胃 有濾尿的那種功效 它的根根葉 可以治療小便零力紮實 就是微量細小的塑尿管 或血食的時候 很會很痛 所以可以來健湯飲用 臨床上在中醫這個藝米 它是吃它的齒雷花 它有輕的利尿 對於這個高血壓 還是說一些腎臟引起的腎炎 它就有引起的水腫 還有在現代就是有時候 有一些急性肝炎引起的防膽 還有糖尿病都有防治的功效 它因為含有它又可以有這個 可以降三肝油脂跟胆固醇 所以在防治這些就是說 心臟血管性疾病 動脈陰化 這個都是有療效 這是在現代的醫學上 可以作為一個降血脂的一種 飼料補助品 它適合各種人都可以食用的一個 就是一種健康的食物 它因為它的性品 因為跟比較對體質上 是屬於一種中性 就是說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食用的一個食物 疫苗它有一個很特殊的成分 就是稀有金屬 稀鎂 還有一些帶胺酸 這些都是有一些抗癌的效應 而且它含有大量的行為 可以促進腸子的乳動 增加大便的排泄 可以這個防止大腸 食腸癌的發生 玉米在我們台灣坊間 也是非常常見一種食材 你可以看到是水煮的 或者是我最喜歡的那種烤玉米 或者是玉米濃湯 但是今天蔬果廚房要介紹 大家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做法 還是一樣 我們請Bruce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老師 你好 老師 今天可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看到了這些食材 一樣一句話 極簡風 極簡風 是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玉米煎餅 但是跟蘿蔔有關嗎 沒有 我們主力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麵糊 然後玉米是主角 是 但我覺得餐一點 蘿蔔絲只是配個感覺 它的口感 好 那切一點香菜進去 我們用顏色 因為香菜有一些香味 所以多或少的量 隨便每一個觀眾自己放 是個人的喜好 對 但是我今天用的 就是一般的低筋麵粉就可以了 低筋麵粉 對 然後我加了一點點的糯米粉 糯米粉 對 或者再來面粉都可以 因為有糯米粉的話 它會比較脆一點 如果只有麵粉 它會比較軟 比較軟性的 你加一點糯米粉 或者它會比較脆一點 是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大概材料是這樣 那玉米是熟玉米還是… 生的 生的 對 因為玉米的話 第一個就是… 生的本來就可以吃 你知道嗎 尤其是像有機的這個 你生的吃就已經很甜 所以我就是要取它的那個… 玉米煎出來之後的那個… 很脆很脆很甜的那個… 那個味道 對 所以煮了就不好 反而不好吃了 所以我先和一個麵糊好不好 這是特別的玉米 怎麼這麼甜 就是有機的玉米 就這麼好吃 好 我們就麵粉了 那麵粉的話 我看看幾匙 一次 兩匙 三匙 四匙 我們先用五匙好了 五匙的話 大概我的這個 糯米粉大概有一匙就夠了 不要太多 OK 是百比一的 對 五比一就可以了 好 我們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水 好 那基本上我講說 做這種麵糊類的東西的水 都是差不多六匙 我們做的麵糊是要 比較凝固狀的那種 還是要液態狀的 要液態狀的 液態狀的 因為你太乾了之後 太稠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那個… 不好煎了嘛 是 那所以說我們就跟一般做那個… 鬆餅做煎那種 餅的那個 對 量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當初沒有用水 用打蛋的可以嗎 什麼意思用打蛋的 用蛋黃 當然可以… 只是說因為我們…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所呈現 就是我們幾乎連蛋都不用 是 就是說天然 對 我們也可以用 當然你要加蛋 假設你們是有吃蛋的 你們蔬食是有蛋的 對 蛋奶素的那種蛋就可以了 當然了 你加蛋它會更好 對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點鹽 鹽 對 不要太鹹 好 通常我在看這個 我就想說很少記比例 就是…就是手感的 但有比例的 對 就是大概… 它這個麵糊只要下來之後 是可以成一條線的 大概就差不多的濃稠度 就差不多了 了解 太稀也不行 太稀也不好 記不起來 不好 對 好 然後我們來放一點這個玉米 玉米我們不用全部放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已經知道這個多簡單了吧 極簡風 對 重點是好吃 等一下吃吃看才知道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切一點這個蘿蔔 好不好 蘿蔔 你現在要取它的蘿蔔絲了 對,我只要取一點絲就好 蘿蔔絲不是很辣嗎 不會 你這個…你一煎過它 它預熱之後就不會是辣的 蘿蔔絲是要下去… 要下鍋的就對了 對,我要攤在這個裡面 好… 對… 蘿蔔絲… 蘿蔔絲是蘿蔔絲 對,只是要它的口感而已 口感 對 因為我想說剛好現在是蘿蔔 所以家裡的冰箱經常… 因為蘿蔔又耐放 所以… 都這個季節了 對,所以你家裡有甚麼 就可以放甚麼 好,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切絲就可以了 好的 其實我們在吃玉米的時候 我們很建議是連胚芽一起吃掉 因為大部分的營養都集中在裡面 對 那玉米它的營養成分 它的維生素有多高呢 幾乎是小麥跟稻米的五到十倍 因為它裡頭的維生素非常豐富 每100公克的玉米 大概就有300毫克的鈣 那它也有膳食纖維 那蛋白質、脂肪、胡蘿蔔素、核黃素 都很豐富,非常豐富 像我剛才連那個玉米裡面的虛 我都把它放進去 因為這個是有機的玉米 它非常好 所以它連旁邊的虛 我覺得都很棒 根本都可以放進去吃 因為煎起來之後的口感不會有差別 所以都可以不用浪費 球球,你一開始吃的時候 我們多花點錢買 總比事後拿來開一生吃要好很多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所有東西 如果說我講說 你鼓勵這些有機產品的時候 那相對說這塊大地是被呵護的 是… 不會是有大量的除草劑 然後造成我們的整個土地都已經是那個… 我昨天才碰到一些朋友 講說那個土地 很多的像他們去很多地方的土地 那些朋友是從過去二十年前 三十年去大陸投資 現在很想回來要做農 他就去台灣全去找這些土地來看 他說好多好棒的土地 好像都已經沙子化了 就是打了太多的除草劑之後 很難再種植了 那我覺得是說 還有…現在還有這些農民 種得這麼辛苦 一畝地生產這麼一點點 這麼用力去種的 那我都覺得說 這一批人真的是… 是我們那個… 國家的寶貝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 我不是因為說只是說有機的貴一點 是我實在是很多的型態是… 就是我們給他一個支持嘛 是 跟我們做菜一樣嘛 如果你說好吃 我們就很高興就一直做 是 那我覺得種菜也是一樣這樣 所以香菜加進去 來一半就可以了 今天你會用什麼油來煎 我覺得煎這個用沙拉油就可以了 沙拉油就可以了 不必說一定要 當然你橄欖油也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會是很大很大的火 所以我都覺得是還好 好 一點點油 怎麼樣 稍微用一個衛生紙 或者就是那個餐廳紙 把它的油去掉一點 煎餅不是要有油才好吃嗎 對,等一下我會加 但是我現在想要讓它的油少一點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太多油的時候 它會沾不住鍋子 所以煎出來的東西 可能會扁扁塌塌的 對,就是讓它的鍋裡面說 有油,但是先不要油 等到它成形之後,我們再加油 好… 這個也是很簡單 Rosa老師做的料理真的都是做來給我們看 就是我們在家裡都可以做的 可以做了 對,就是低筋麵粉加糯米粉 對 然後水,拌一拌 如果你有吃蛋的話,也可以用蛋 對 然後加一下生玉米跟蘿蔔絲 就是下鍋煎 因為煎蛋的… 有蛋的話,它的顏色會比較漂亮一點 會黃 另外一個就是它會比較… 你知道蛋會發嗎 對 它會比較…像蘿蔔,它會比較發 會比較…口感會比較鬆軟一點 那我覺得還好,也沒有問題 事實上這個油也不必太多 就是淋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在這裡做菜給大家吃的標榜健康 對不對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大魚,是環保 環保 是 很難想像一下文士向他們研究出來了 大家都以為工藝污染嗎 不,是因為肉食 因為養太多動物 太多動物 對,然後砍得太多樹 當然浪費也是 我昨天看一個那個也是講說 因為我們真的是… 那個…吃掉的不一定多 但是丟掉的… 丟掉的非常多 很多,對 所以我才講說是簡單的東西 那我覺得說你看 你真的是這麼簡單 一點點玉米 因為蘿蔔冰在冰箱 一個禮拜也不會壞 是… 那一點點玉米 那你就夠吃一頓東西了 而且很豐富了 是 其實在家裡 歡迎巧思這樣做個變化 小朋友一定會很期待 大人也會覺得很不一樣 對,所以說那個早餐 誰規定一定只有麵包跟吐司 是啊 是不是 我就覺得說就是… 真的是很鼓勵說大家在家裡 如果平常上班忙 那你起碼週末的時候 也在家裡做頓飯吃吧 如果剛才沒有看到你這樣 和麵這麼輕鬆的話 我以為大概手要下去 不需要 捏了 你看,我趁現在一點麵粉都沒有 阿媽尼的… 對… 那事實上有些人 如果你因為不能吃太多澱粉 或怎樣 你也可以用一點全麥粉 好 對不對 這個就是個人去… 都可以去做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油 其實裡頭… 蔬菜也可以看 當季有什麼蔬菜新鮮的 你就擺進去就好了 都可以 這個餅…對 這個餅基本上… 如果你喜歡吃的蔬菜 你把它切進去 蔬菜多一點 一樣就是蔬菜餅 都可以 所以今天可幸福了 對,這只是一個… 這個玉米太甜了 太新鮮了 只是一個方法 對 所以放蔬菜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特別的香氣 它非常香 對 可以了 好 放一個 好,這個餅汁完成了 我們等一下再做一點點醬汁 好嗎 醬汁 好 我們今天用什麼醬汁 醬汁呢…我看看 找一個東西 找一個小碗 對,基本上那醬汁很簡單 我也是說你就用 市售現成的和風醬就可以了 OK,好吧 和風醬 對 那因為呢 和風醬它比較稀 是 所以會比較…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 那個…甜辣醬 甜辣醬 這個是以前古早味的 就是小時候我們吃的那種 甜辣醬 它不是很辣 我知道 但是甜甜的這個 那我就覺得把它混在一起呢 有一點點辣 那這我試過 就是… 小朋友他可以接受這個辣度 有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的辣 一點點就好了,對 好,就是一個很棒的醬汁了 是 對不對,那你就把它淋下去 多淋一點醬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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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我們呢 還可以再把這個剩下的 我特別留了一點點香菜 我們再放一點香菜末上去 好,我們香菜末切一點 淋上去 這樣一道料理又完成了 對 是不是 對,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 好像很可口的樣子 來 賣相很好 玉米餅,您介紹一下 一樣 夠簡單了吧 我看了都會了 就是玉米、蘿蔔絲 然後麵粉跟糯米粉 對 下去煎 但是這裡都會充滿了 創意跟愛 你看,而且在擺盤的時候 要注意喔 那個賣相會增加很多 零像的時候 你看老師這樣轉了一下 很棒的 試試看週末的時候 全家人做一做 非常棒 我等這個餅很久了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餅 全家人吃餅 但因為外面的餅味好吃 它就會下蘭多油去做 那個結果熱量會偏高 而且這次我們做的是 麵粉又打了一些糯米粉在 你說口感會比較… 脆一點 脆一點 因為只有麵粉它比較黏 那那個像糯米粉的話 它煎了之後會脆 很脆 試試看 很想中 想中嗎 那早晨吃這個多少 超極簡 是 極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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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非常簡 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你會否反映就是做出來能不能吃 不知道在幹嘛 會 那種口味 辣椒醬 甜辣醬 不會辣 不要辣 對,它就是有那個氣味在 對,有那個氣味就可以了 非常棒 一點點 霜霜 感覺 很明顯 請配合